由鄭伊健、周嘉儀主演的喜劇運動電影 今日舉行首映禮 兩位聯同導演應志溫 以及李靜君、黃淑曼、 鍾雪瑩等八位在片中 飾演球隊成員的女生一起出席 伊健一出場 已經引起現場粉絲的尖叫歡呼 真是微力沒法黨 這次伊健飾演閃避球教練 和一眾年輕女演員都有很多對手戲 她還被嘉儀應徵 收獲了很多女生的外務知情 不是 是真的 不是 我覺得一開始就 因為我不知 一開始我就覺得 糟了 都不知道怎樣溝通 究竟那個年代 他們好像沒有說話 後來他們就說 不是 其實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們都是 後來拍一拍 因為我們拍攝會遇到很多難題 他們都在 大家一起去共渡去解決一些問題 原來大家開始就默契了 大家就由好正變為好吵 我和學生都沒有交往 學生都沒有交往 現在沒有什麼問題 嘉儀你沒有 你沒有代購 我沒有 我只是融入了他們 因為我是做社工 我做社工一定要跟他們溝通 所以我連在我現實生活中 都可以跟他們溝通 你是不是那群女生的 generation 其實不是的 不過算了 當自己是 你問我 我覺得他真的要浪費很多心機 大家去溝通 因為他是社工 他本身都要做這個位置 我覺得大家都處理得很好 大家都有一種大家的愛出來 大家去做好現實 港產片熱潮在近幾個月再度掀起 不少電影票房大賣 也有很多演員借票活動 不知道嘉儀和意見 又會不會去借票 吹谷一下票房呢 我是借票的 我會借票的 因為都很想多謝觀眾入看 其實借票那時候都很開心 因為又可以聽一下問一下他們 你們覺得是怎樣的這套戲 又在收集一下市場的意見 但是你說票房壓力 只是希望可以乘著個世 多些人可以入場看香港電影 大家可以支持我們自己本土的電影 希望可以乘著這個浪 因為有時拍了一些東西出來 都想多些觀眾看到 如果有時拍了出來 沒有人看到就覺得很可惜 我自己覺得 但是至少上一年做的作品 至少今年都可以看到 有些作品是未出現過的 出席首映的還有電影公司老闆楊壽成 還有最近投入新電影拍攝的 卿仔張敬軒 閃又拍戲的卿仔 在新電影需要挑戰不少動作氣氛 令他覺得很開心 其實已經拍了 所以幾乎都很順利 整個過程也很開心 因為有很多動作場面 有爆破也挺好玩 有受傷嗎 有受傷不過不關我戲時 我今天弄傷了 怎樣弄傷了 突然間丹丹抬台 然後扇一扇腳 之前有很多動作場 用不做將 reflex 需要的 我們要學槍 因為有些人要撒槍 有些特技的動作 這次儘量不想用替身 所以有些動作場口是自己要試的 因為一連串性醜聞和欠債風波 而聲明惡臭 將事業重心轉戰內地 北上發展的前BOY成員張志恒 更一被人拍片 指他在內地登台時唱歌走音 狀態非常差 事後Steven也有回應事件 說自知沒有實力 真是唱得很難聽 這天軒仔被問到看法 他也向Steven送上寄予 我覺得做一個藝術 要學長做人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怎樣在生活當中 在工作當中 都要做一個負責任的角色 我覺得無論對工作的團隊 我們家人對各方面都是 所以我覺得 要自己的表演做得好之前 我覺得首先自己要是一個 有責任心的人 我覺得我會看重這件事